這個大概種下去大概兩個多月 像這種的話 大概要再三個月才能採收 既然蟹子最近整理採收機 不過因為近年人的紅胎 讓很多農民的蟹子已經都蓋掉了 現在要採收 不然大部分的蟹子都還不好 也因為沒有對準積蓋 嚴重失收 減掉百分之六十 還在金融已經會減掉 減掉都可以減掉到一半 減掉差不多九月半開始開採收 今年就是因為那兩次的紅胎做多 像我們的減掉十月半才有採收 十月半才有採收 十月半才有採收 應該是採收機 雙台部份的蟹子都沒有蟹子可以採收 讓今年蟹子等十個時間拖長 價值得一路一直提供 最近也破零年紀錄 一台今年二十五塊 對啊 那種錢有這麼貴嗎 不會 將來不會這麼貴 做十五年以來不太好貴 雖然介紹起到這麼貴 不過市場金融沒有蟹子好賣 聽說中有賣也不好 大家都在煩惱沒蟹好好的人 只有五萬蟹子很貴 完全全沒什麼 這樣貴也沒什麼 貴也沒什麼 你之前五十塊也沒什麼 就是沒什麼 完全全沒什麼 是這樣嗎 可能品質也沒什麼 你之前有品質也沒什麼 你之前有品質很差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要等級差不多半年 政府半年才可以採收的東西 你算沒有那個時間夠 你採收起來的蟹子也沒什麼 竟然蟹子因為 弘胎三兩減酒 盤上也已夠 存在三級 可能價值比翁人貴 品質也沒什麼好 最近想要講蟹子的民眾 只有奶心單態囉 記者的三場報導 記者的三場報導